OK,那可以看一下前面的投影画面 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灯光还有相机 这两个主题可能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但是我们有时候没有它的话会很困扰 那我们来看一下灯光和相机的这部分 你可以看到这里这个是相机 这个是灯光 那预设就会有一个相机和一盏灯 但是事实上相机可以有很多个 灯光也可以有很多个 但是每一个时间点只能够有一个运作的相机 这怎么说呢 如果今天把这个相机多了一个 我按ShiftD 它会多一个 OK,这样你就有两台相机 那问题是目前现在运作的相机是谁 你看一下它的角度就会知道 是刚刚第一台而不是第二台 那原因就是你可以在现场里面放很多相机 但是你只能够单一时间点只能够有一台相机运作 这是很正常的 那如果你要两台相机运作其实就是拍两次 用射一台相机运作 再射另外一台相机运作 再拍一次 或者是射不同的场景 这里还有一个叫场景的概念 那你如果要用各种不同的角度去看的话 你也可以新增这个场景 按加号就可以新增 OK,那新增预设呢 会把你这个场景整个复制一份 所以如果你看人家专门在拍的时候 它这个场景会非常非常多 像以那个Big Boss帮你 就是那只兔子的那个Blender动画而言 我看过它的原始档 它的那个场景就好多 那如果今天呢 我想要换相机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我按顶视角 现在呢 我们我们预设的相机应该是这一台 那如果今天想换相机 那我们稍微把这个拉进来一点 那如果今天想换成这个相机 OK 那我们要去设定 OK 那必须要把它启动之后 设定启动之后 才会换成这个相机 不过可能 Camera Set Active Object as Camera 那就是应该是要按这个 Active Camera 我忘记是这个还是这个 我们试一下 OK OK 对 Set Active Object as Camera 那这样子就变另外一台相机是 是启动相机了 那你现在这里上面有两台相机 那当然你这一台如果不要也可以把它删掉 那假如我今天这台不要了 我就删掉 那因为我们已经设定成这一台了 所以他看到的相机角度就会是那一台的 所以没有照到全部 只照到一半了 那当然你有时候会觉得很困扰的原因是 比如说我现在按正面 那我觉得OK 那我觉得OK我就是想假设了 假设我就是想看这个角度 那有些同学可能就要去调相机 然后很难调得准 那这时候其实有一个快捷键 Ctrl L T 0 或者是你直接选这里 你直接选这里 Ctrl L T 0 诶 这里没有快捷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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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Ctrl L T 0 OK这样子的话 它会用这一个角度来当做相机 也就是说事实上呢 你去看顶视角的时候 你会发现相机的角度移动 相机移动 这样看不太清楚 我们稍微把这一个删掉 我另外改放猴子头好了 我另外改放一个猴子头 Ctrl A 因为猴子头比较多面 好那现在呢 我们的相机是这个样子 好那只照到猴子的耳朵 那这样子是不太好看 那我今天如果想要照猴子的正面 OK我就Ctrl L T 0 OK这样就相机就跑到猴子正面 你可以看到 OK顶视角的时候 相机在猴子的正面 那当然你如果觉得这样太大了 一个办法是你可以把相机拉远一点 往后拉 这样子你在按F12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OK它没那么大 那如果你往前拉的话呢 OK那那个猴子头可能就会非常的巨大 OK那现在问题是黑七八糊的 因为你没有射好灯光 那射好灯光你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这个灯呢 是从侧面照过来 所以你会看到它的正面是黑的 因为我们也没有射环境光 环境光这边我们是没有启动 所以正面是黑的 如果你希望它的正面有亮 那怎么办呢 我按Shift D 复制一个灯光 这一个办法是OK 那这猴子头还是太大了 我们把相机给拉远一点 好那这样子 感觉正面就比较没有那么暗 但是耳朵这边还是有 因为我们的角度是从这边照过去的 那这里呢就有 如果我今天这一盏相机不要了 这一盏灯光不要了 我就把它砍掉 那事实上灯光呢 可以有很多种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灯光的属性 灯光的属性这里 Lamp OK 这里有很多种的灯光 第一个我们现在所用的这灯呢 就是四面都有灯的 这种其实它的预设就是说 我中间比较亮 旁边比较暗 这种叫点光源 point point light 那另外这种呢 叫上 上就是太阳光的意思 所以我今天如果把这一盏呢 改成太阳光了 那我可以让它按R 按R让它旋转 那太阳光是有角度的 它是一种远方来的光 所以它是有角度的 那我刚刚这样子的太阳光 因为我射到这里 所以其实它没有把欧子的脸照亮 那我们如果这样子射 它就比较亮 OK 这是太阳光的特性 太阳光是远方的平行光 所以它这里有一条线 代表说这个是太阳光的方向 那因为太阳是在无穷远的地方射过来的 所以它其实是一种 我们不管拉多大的距离 看起来它都是一个平行的 好 那如果我们今天呢 改用这个spot 你会看到这个spot呢 它其实就是聚光灯 如果你在那个曾经去录过节目 然后去上过那个频道之类的 然后有会发现他们舞台 或者是你去看歌剧的时候 它是不是有一盏灯 如果他们要换那个换道具之类的 他就把他那个灯打灭 然后后面的人赶快去换道具 对不对 或者父母拉下来 那那个就是聚光灯 那这种聚光灯它是有范围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这是它聚光灯的范围 聚光灯范围 它当然这也是可以调的 比如说我今天调它的距离 那这样调不准 这样就小一点 这样就更小 OK 那你会看到 OK这支聚光灯的强度没有很强 因为我们distance设时 那刚刚呢预设是30 它就比较强 OK 但是它还是聚光灯 就是说要怎么表现出这个聚光灯呢 我们稍微回到正视角一下 那我把这个猴子 我把这个猴子拉上来一点 然后我们加个平面 加个平面 加个平面 这样没找到 好 那我们的相机视角 这个不够好 我们现在的相机如果是这样 假设我今天把相机射到这个角度 好 那先看一下我们的聚光灯 聚光灯现在呢 是这个角度 好 那我不要太大 好 这样子 这样还看得不够清楚 那我把它拉近一点 好 这样看得应该比较清楚 有没有 这里是一圈 这里是一圈 也就是说它就是那个聚光灯 那它这个聚光的旁边都是暗的 那只有它这里是亮 所以这样子 当你在舞台上 你就是专门要打一个人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这个聚光灯 OK 那接下来是这个哈米 哈米 哈米这个是 怎么讲 就是它其实有点像太阳光 可是它跟太阳光又不太一样 我们再换成这个哈米 它是一个几乎全亮的光 几乎全亮的光 那另外这个是区域光 区域光跟那个点光源又不太一样 它不是从一点这样子直接射出来 它是有一点 有一点 类似那种照到 照到那个地板的反射光的那种感觉 OK 那它也是整个很亮 那你可以调低它的那个 那个energy energy就是它的能量 换距离 那比如说这里1.0 我调成0.5 OK 还是很大 0.1 好一点点 再更小一点 这样子就太暗了 那当然你可以试试看 自己试着调一下就会知道 好 这样子可能觉得还差不多 好 那所以这里有五种不同的光源 那各位可以试试看你调的结果 好 那当然如果你上颜色的话 那个打出来会比较漂亮 那大概这样 OK 那先先先让各位去试一下 噶和相机的调整 试一下